气缸工作原理 气缸就是引导活塞在缸内进行直线往复运动的圆筒型金属基建 那么它的工作原理是什么? 气缸工作原理是当从无缸枪输入压缩空气时 有缸枪排气,气缸两枪的压力差作用在火枪上所形成的力克服阻力 负载推动活塞运动,使活塞缸伸出 当干枪进气,无缸枪排气时,使活塞缸缩回 若有干枪和无干枪交替进气和排气 活塞实现往复直线运动 它是由缸体活塞、密封圈以及磁缓组成 原理来自大炮,即压力空气使活塞移动 通过改变进气方向,改变活塞缸的移动方向 一般会因为活塞卡死不动作 或者气缸无力,密封圈磨损,漏气导致气缸失效